我是建议你不妨不要老去看着他 因为我觉得你看着他也没有用 比如你也不可能24小时看着他 你也不可能说五个上班日你每天都去 但你不看着他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其实我觉得你不如不要这样 有点这个庸人自扰的感觉 就是你自己去做一些 你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 然后让你自己的生活更充实和丰富一点 我觉得你自己的状态也会更好 会更有自信 因为你看他是看不住的 还有就男生我是觉得你情商 是不是可以有的时候再那个调整一下 比如说这个女生说给你做了那个营养餐 是红烧肉然后就给倒了吧 我觉得你不能那个找一个善意一点的 哪怕是谎言或者是你给润色的 让人能够接受一点吗 我觉得你可以这个时候说很多的 解决了的方式 但是就倒了这两个字吧 我是觉得太刺耳了 就算你这个好意你心领了 你感受到他的爱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像有刀扎在胸口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是建议这样的一种调整吧 明白了 谢谢 托老师 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男人管得住吗 管不住 对 男人如果管得住 只能说明他内心有你 愿意被你管才管得住 如果他心不在你这儿 你怎么管也是管不住 你无非想做的就是说 让他第一 跟女人少接触 不要给女人示意任何的好感 以免让别人误会 对 第二 最好不要有任何接触 连握手都不要有 第三 在女人面前始终保持严肃的状态 对吧 对 你就说的不就是我吗 但是我也是到了这个年纪才学会 你看我从来不跟粉丝拥抱 也从不握手 甭管你怎么激我 我也不会 任何情况之下 不要给女人有任何的形式上的 给她感觉到的误会的好感 但是这种所谓的 洁生自豪四个字 不是她这个年纪 能够体会得到的 所以她刚才所说的 跟客户之间的接触的度也好 把两个比基尼的女生 从上面接下来也好 我倒不觉得她真的有那种色心 她只是在这个年纪 没有更多的注意你的感受 没有把握好更多的尺度 这需要你教 所以你不应该过意地去埋怨她 在生活当中 她慢慢慢慢会懂得 如何张持有度 而对于你来说 一个女人为什么在 恋爱的过程当中 那么难被追 追到之后 为什么她不轻易地松手 男人谈个恋爱 最多的付出 不过是风花雪月吧 而女人对于一段爱情的付出 她可能要生孩子 她可能要承受更多的痛苦 所以女人往往在一段 情感生活当中 她特别地在意那些个东西 这也很正常 所以从某种条件下来说 其实我认为 你有一个最大的缺陷 就是你刚才所说的一点 你说女人的钱也是钱 我也要挣 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 但是结合你刚才在场上 所有的表现 我认为在整个的人生当中 你把眼睛更多地放在了挣钱 包括你刚才所说的 不挣钱将来怎么结婚呢 这都没问题 但是当一个年轻人 把更多的目光 全部放在了挣钱上面的时候 这个人无疑就变得麻木 和现实了一点 对他就会忽视一些 包括你刚才在场上 说的这句话 如果被你那些女客户听见了 多多少少心里 也有点不舒服吧 所以我认为男生 更多地去重视一下 女生的感受 而女生真的要给男人面子 你不要对他 一个二十对的年轻人 有四十岁的要求 那是不对的 他如果真有四十岁的时候 我估计你也不在他的世界范围之内 你们俩好好珍惜吧 我觉得你们俩应该可以在一起 像过日子 这两个人像过日子 挺好 祝福你